今天来到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 原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好像李玉刚参加星光大道是比较早的时候是哪一年 06年 06年是吗 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差不多 对也是节目刚刚才开播了两年之后 对对对 那你现在还能记起来自己参加 从最初走到最后的环节当中 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特别清晰的记得 虽然已经八年过去了 但是呢 所有的当时参加比赛 一幕一幕包括所有的细节 都在脑海里 这可能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那个时候很懵懂吧 我还不到三十岁二十几岁 然后呢 刚才梁老师刚才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今天我来到这里 信息量就特别特别的大 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从哪里来表达我今天 所有表达的东西 的确是刚才过了一遍脑 无论是中央电视台的庆天歌手大奖赛 包括现在的中国好声音 包括所有的 我感觉我自己的这个演艺形势 可能只有从星光大道这个出口才能出来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是幸运的 非常的幸运 然后呢 从星光大道走出来之后呢 我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走上了世界很多的艺术殿堂去表演 然后呢 也参加了哈瑞导演指导的 2012 2013两届春晚 所以呢 用我家乡的话来讲说 因为我的小名叫二地儿 现在家乡还这样叫我 说二地儿是真正给家乡人光宗耀祖的 所以呢 今天来到这里 我的确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还有一点感动 其实星光大道刚才看小片的时候 有一个点非常的触动 我就是 看到毕老师当年还是那样的一个头发的时候 突然之间变成了老爷 也感觉星光大道十年 真的是一个人生 一个过往 一个很多的一个印记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点来讲 作为我一个年轻人 对我一生当中可能 都是一笔 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所以呢 也特别的有感触吧 包括看了很多 包括今天听了这么多领导的讲话 也在鞭策我自己 以后如何走好我人生当中的每一步 包括现在 刚才我没有进会场之前呢 跟好朋友聊了很多 因为我也是吉林省的进度形象大使 在这之前呢 我估计情况 公安系统对我已经有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考察 最后决定我做这个进度大使 所以呢 我能够代表的就是 我从星光大道走出来 我是一个好孩子 不仅应该做一个好孩子 还做一个社会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代表 所以呢 因为做一个公众人物轻易 现在都不敢在媒体面前来表达自己 因为一表达就出事 表达好爸爸就出事 表达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呢 我一定会尽职尽责 我从星光大道走出来 我会做一名好演员 说得好 其实玉刚从一个角度也说明了 星光大道从最初 一个普通观众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 对他的形象 对他的个人的道德品格 要求是 相对于他的才艺来说 要求还要更高 最后呢 我也说 那个 李玉刚 当年 他曾经说 是星光大道成全了他 但是十年以后 尤其是到了今天 我也感谢你 因为星光大道 十周年评选的 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就是李玉刚 现在我也感谢你 给星光大道做 应该谢谢老爷 好的 那我们看到了 今天我们第一轮议题的三位呢 其实代表了 是我们节目的三个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借用刚才梁先生一句话 正是这三个部分的 完美无缝的对接 才呈现给了我们观众 这十年的精彩栏目 再一次 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三位 希望你们继续 给我们带来精彩 那么刚才老爷 也介绍了你的团队了 你是怕你一会儿睡着了 我们大家找不着谁 说节目的事 所以赶快把老爷放下去 您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各方领导 以及我们各方的精英学者 对我们栏目的一些意见 感谢您的观众 谢谢您的观众 谢谢您的观众 谢谢您的观众